新北市消费行政系统 你第一次进去的时候 要用你身份证进来 输入完毕之后按下确定 那接下来会看到 他要你自定一组账号 然后还要改变密码 最后按下确定 你才可以重新再登入 那这账号的命名请自己斟酌取用 请不要取一些奇奇怪怪的账号 因为这账号定下去 原则上系统不让你再做更改 密码必须8到20个字 你按下确定之后 系统会告诉你 自定账号不可以更改 是否确定 确定就按下确定 然后 会告诉你 帐号密码修改成功 按下确定 你就可以重新登入 效务新增系统 那定了自定帐号 你才可以使用OpenID 这个是必要的条件 所以使用OpenID前 请记得 要自定帐号 帐号密码忘记 就请 找班上的即任老师 或者是客任老师 即任老师第一优先 因为他最了解你 也有比较能确认身份 客任老师 也直接面对你 再来也真的找不到的话 可以请资讯组长 协助帮忙 帮你恢复预设密码看看 使用恢复预设密码之后 你一定要再去更改密码系统 才会让你用 那在效务新增系统里面 有一个 这边有个个人资料的按钮 要去看你们自己的 制定帐号 还有密码 密码只能改 原则上是看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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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